你好,我是昆仑刘石,欢迎您来到书馆,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,咱们继续聊这个大小合着之乱,这季节交替一变天啊,就闹了嗓子,所以说呢,这个嗓子不得出音,在这儿还得请您多包涵,咱们一直在说这大小合着之乱,可是这二位就一直没有露面,没有登场,今天啊,这二位要一起登场了,我们都知道啊,大名鼎鼎的阿伯克合着的孙子马汉木特 被作为人质啊,一直呢,就被囚禁在这个准杆尔韩国的首都伊犁,他的两个儿子,大合着波罗尼都和小儿子霍吉战呢,在这个清征准杆尔这个事件以前,从来没回到过南疆,也就是说呀,虽然他们二位都是回部,并且是回部的贵族,但是一直生活在北疆的伊犁,这准杆尔人呢,还是挺有意思的,他们把你这个白山派的合着这些贵族啊, 囚禁在伊犁,不是让你啊,在这儿就混吃恨恨的等死啊,白白胖胖的养着你,他们是啊,把这些合着以家庭为单位,分布到下边的部族当中,和这些牧民呢,一起去游牧,哎,你广待着可不行,得干活,得放马去,这大小合着也不例外,也是如此, 咱们这话虽然分两头,不过啊,咱们得先单表一只,咱们先说说这大合着波罗尼都一只,他和他的家人呢,就被分配到了一只这个准杆尔游牧小队当中, 这只小队啊,据史诸记载,也就是大概三十余户啊,千把头牲畜,当他们正在这个草原上游牧的时候啊,突然有一天,他们就被一只队伍包围了,那这带队他自然有头领啊,这头领啊,肯定是准杆尔人,他绝对不可能是波罗尼都, 那这位头领一看呢,来的这支部队,军衣浩卡尔,穿着打扮,他不是我们准杆尔人呢,哎,干脆连蒙古人都不是,当他呀,正想问问这支军队是什么人的时候,哎,这时候啊,来了几名士兵,就把他逮了起来,带到了这个领军将军的面前,哎,这位头领一看呢,这将军呢,还算是比较亲切,为什么呢,他看得出来,这将军倒是一位蒙古人,这将军一张嘴啊,他就更不害怕了, 因为这将军说的,他也是瓦剌语,这书中代言,这将军是谁,这正是咱们这部书的老朋友,大清朝一争准杆尔的时候,哎,亲命的定边幼夫将军萨拉尔,这萨拉尔就先发问了,他问这个头人,这是什么地方啊,这个头人说呀,这回将军,这个地方啊,他叫做俄林哈比尔岗, 这现在话说呀,具体位置就是从乌鲁木齐出发,奔西南,到这个伊犁路上的一个山沟,这萨拉尔又问了,你们都是什么人呢,头人说了,我们呀,是奉了准杆尔韩国大汗之命,在此游牧, 并且在我们这个部众当中啊,还有几位是来自南疆的维吾尔,他们呀,是我们大汗请来的客人,我们呢,也负责照顾他们,哎,这萨拉尔原来就是准杆尔韩国的宰丧,这里边这点事他还能不懂吗,那什么来自南疆的客人呢,那不就是这个准杆尔韩国囚禁的南疆合卓,那不都是人质吗那个,那照顾就提不到了,那简直就是监视和看守, 可是当这个萨拉尔得知,他们看守的是这个大合卓,波罗尼都一家的时候啊,这萨拉尔的性质可就来了,因为他知道啊,被囚禁在北疆的马哈木合卓呀,那可是这个南疆回部的宗教领袖,是白山派现在活着的最大的手子,那前两年呢,我听说这马哈木合卓呀,他死了,那这波罗尼都啊,是他的长子,那自然就是下一任的宗教领袖, 这我要是把他献给这个班地大帅,那岂不是又是奇功一剑,想到这儿,这萨拉尔就跟这位头人说呀,你打住吧,现在呀,这准杆韩国呀,没了,就在前不久啊,戈东山一场熬战,你们这大汗输了,跑了,想啊,这个投奔南疆霍吉斯,没想着让人家给逮住了,就送回了清朝大营, 这会儿啊,这大营当中啊,正打球车定目龙,准备把你这大汗呐,送北京去呢,怎么着,你是打算给你们这个大汗陪葬不成吗,听完这萨拉尔一说呀,这名领队呀,还算挺随和,跪在地下,磕头如捣蒜,还就投降了,于是这萨拉尔就赶紧召进了波罗尼都, 这大合卓跟他说,将军不行啊,您光把我解救了不行,我还有一个弟弟呢,我弟弟也跟我没关在一起,您看我呀,这脾气比较随和,所以说呢,这个准杆韩国的大汗呢,还让我和这些牧民一同出来游户,虽然算不得自由身,哎,可是啊,还能随心的活动活动,我弟弟和我不一样,那脾气不好,所以说这大汗呢,不允许他满事儿去,直接就把他关起来, 那这萨拉尔就问了,那把他关到哪了呢,这波罗尼都说呀,哎,我所知啊,哎,倒是不难找,就在不远处的伯尔塔拉,这萨拉尔说呢,咱们别等了,咱们就赶紧解救他去吧,于是这大队人马就到了伯尔塔拉,那当然了,这韩国都没了,这守城的兵士还能翻出多大浪去呀,没费什么事啊,就把这祸机站也解救了出来,这兄弟二人见面之后, 是暴徒痛哭,书中代言,这哥俩呀,他感情非常的深,原因呢,也很显单,那就是因为这哥俩呀,从小都作为人质,被关在了伊犁,从小就暴徒取暖的原因, 这萨拉尔解救了大小河卓以后啊,就把这二人呢,一同带到了伊犁,定边大将军班地,就在自己的大营当中,摆下了酒宴,款待了大小河卓兄弟,这兄弟二人在席间呢,也是没少说拜年的话,什么感谢大帅呀,感谢这个萨拉尔将军的解救啊,更得感谢这大清朝廷,感谢这乾隆皇帝, 大不歌大汗,黄恩普照是黄恩浩荡,发誓以后啊,回到南疆之后,一定要效忠大清朝,以这个大帅班地是马首是真,当然了,这班地也是十分高兴啊,就连夜呀,把收服了大小河卓这个喜讯呢,发八百里秦籍啊,就暴揍给了乾隆皇帝,没过多久啊,这乾隆皇帝一道旨意,就发到了班地的军中, 说如今大军呢,已然荡平了准干二韩国,并且呀,有这南疆白山派的宗教领袖,大河卓波罗尼都来头,再加上那个秦德达瓦齐的义士,霍吉斯,我看呢,这些相关的有工人等啊,都来北京朝共,哎,让朕呢,好好接待接待他们,并且各有风赏,至于这小河卓,霍吉站呢,暂时啊,先编到阿姆萨纳的营里,留在北疆啊,处理一下 塔兰齐的事物,那这又是什么事物呢,这塔兰齐啊,是从南疆被强制移民到北疆的穆斯林,这准干二韩国的人呢,是把他们强制移民来,为他们种田的,说是移民呢,哎,实际上和奴隶也差不多,他们所说的塔兰齐啊,在瓦剌语当中,其实就是种麦子的人,这种称呼啊,他颇有歧视的意思,这班地也把这道旨意的大概内容啊, 和这些人一讲啊,大伙都挺高兴,那大伙都想着公费旅游,谁不乐意去呀,可是啊,就有一个人不乐意,谁呀,就是护我吉站,这小河卓呀,就找到了他的哥哥大河卓,他跟那个波罗尼都说啊,说哥呀,你可不能去北京,他们呀,把咱们哥俩分开,一个人呢,留在回布,另外一个人送到北京,这就是另外的一轮人质策略,这招子,和准干二韩国这班, 打子使的呀,没什么区别,无非是拿你要挟我,或是拿我要挟你,我的哥哥呀,我们弟兄刚刚重逢,可是不能再分开了,也不能啊,有一方作为人质,哎,用来要挟另一方,从今以后啊,我们只能相信穆斯林,这卡菲尔啊,是没个好东西,哎,那卡菲尔又是什么意思呢,哎,这卡菲尔啊,在这儿呢,就表示啊, 除穆斯林以外的所有异教徒,这大合卓波罗尼都一听啊,也是非常感动,哎,这个弟弟啊,看样子是非常依赖,非常需要自己的,于是啊,这大合卓叹了口气说呀,哎,兄弟,人在矮言下是哪能不低头啊, 这博大汗一刀圣旨下来,让我等进京面圣,我们能不去吗,真要是不去抗旨的话呀,还别说是被软禁了,我想啊,在这班底的大营里,咔嚓一下,人头就得落了地,随着这大队人马进京面圣的日期越来越近,这兄弟二人呢,心里也像是火烹油煎,非常的忐忑,可是谁想啊,就在这会儿啊,从京城啊,来了一刀圣旨,这圣旨里边说呀, 大合卓布洛尼都和这个秦霍了达瓦奇的乌石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啊,不用来北京面圣了,给你们一哨人马呀,你们是赶紧的回南疆,因为这会儿的南疆啊,他已然是大乱了,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,喜欢我的频道啊,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,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,得嘞,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